好,大家好,下面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在市场营销的执行过程中呢,会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看一下,那么这我刚才提到说,这些问题会出现在企业的哪些方面呢 我们说一般可能会位于这三个层次 那么第一个,市场营销的智能 基本的市场营销智能能否顺利实施 那么这里会出现问题 那么看到职能二字,大家可能会想起我前面即将给大家说过的职能型的组织架构 那么有什么职能呢 你比如说有产品的开发,产品的销售,产品的售后服务等等 这些职能极容易出问题 这是第一个层次会出的问题 第二个,市场营销的方案层次 比如说把所有的市场营销智能协调的组合在一起构成整体行动 也就是说,当你发现你的基本的市场营销智能没问题了 不管是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到销售 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当你发现,当你把这所有的职能结合起来一起运用的时候出问题了 也就是出现一个协调问题 比如说,区域之间的一个调货问题 大家知道消费者去你的企业的煤店里面购物 比如说我说买一瓶白酒 我说来一瓶黎兰山,52度的,20年的 你说没有了,不好意思 你赶现在再来吧 当你听到这样的回答的时候 肯定下边这肯定是不愿意的,对吧 那么正常的钱应该怎么做呢 你说你不好意思 我这刚卖完了,库存刚没有了 但是没事,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调货过来 那可能调货时间需要一个小时或俩小时 你说,要不说你再稍等一下 要不然就是俩小时以后你再来 或者给您积到您家中去 这样的答案,这样才有着满意 但是,你敢说出这样的答案的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市场营销的组织协调能力 你需要去在第一时间内从别的店面也好 从你最近的仓储中心,配套中心也好 及时的把这杯酒给送到这个店面里来 这是最重要的 好,第二,第三个 市场营销的政策方面也可能出现问题 那么这就是往上一层了 如果是市场营销政策出问题的话 那往后走的路都是错的 也就是说你在起跑线上 出问题是更大的问题了 那我们看,就说 市场营销的执行啊 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 在任何一个层次都可能出问题 那我们在这儿看一下,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计划脱离实际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知道企业做大以后呢 特别有好多的子公司 或者说有好多的业务部门 对吧 那么这业务部门之间呢 是有竞争的关系的 比如说我公司说了 今年开年会的时候 我只讲那第一名 对不对 这是一个内容 第二个就是说 好多的那种部门的领导 或者分业务部门的领导 为了博得我们上次的这个喜爱 是吧 需要告诉领导说 我明年我要卖6000万 那你这部门说 明天我要卖8000万 这种攀比啊 攀比 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都会导致啊 他们所谓的下年度的计划 他们的营销计划会脱离实际 你实际不可能卖这么多 但是你要把计划定到那么高的话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首先会遭到 你的下属 特别是一线 销售人员一个反对 为什么 他们压力太大了 说根本卖不了这么多货 领导你给我定这么多任务 那怎么卖呀 这个是大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呢 那么真的等你下几年结束以后 你领导 你上层领导发现 你做的计划 根本连一半都没有完成 这些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你制定好这么多计划 总部发现你制定计划以后呢 给你干什么 发货给你配送 及时把这么多货给你配到你这了 卖不动怎么办 你要如果再把它退回去 这一来一回的物流配送成本 是极其的高 所以说第一个问题 计划脱离实际 这个问题可以说 也是在市场营销执行里边 最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因为知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作为市场营销 每年 每月 甚至每天 每个周都要做什么 它的营销的计划 你计划一定要什么 合理 根据什么做呢 根据你现有的产品的数量 跟质量 根据你企业的市场地位 根据你现在门店的 这销售人员的营销能力 等等 你来制定你的计划 或者说你也可以根据你过去 这几年的一个销售的数据 来预测一下 第二个在执行中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 相矛盾 好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在市场营销 执行中会出现 在整个企业的一个大发展中 也会出现 大家知道 企业 他的天性是追逐利润 那么 他的长期目标跟短期目标呢 经常会是什么 像矛盾的 比如说 比如说 长期目标 我要做到 扩大我的市场地位 什么提升我的品牌的形象 企业的形象 等等的 但是短期目标呢 要急速的赚钱 我要多卖产品 多卖服务 但是这个多卖 你产品是多卖了 但是可能 带来什么 是你企业形象的一个下降反而 因为好多的一线的销售人员 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什么 送礼啊 行贵了 这都可能会出现 为了什么呢 为了赚钱 为了这个冲击短期目标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 一样达到什么 协同 不要说你在做短期目标的时候 不考虑长期目标 那么第三个在市场营销执行中会出现问题呢 就是因此人守旧的这个 多卖 这个什么意思呢 说我们都有一个传承的习惯 啊 我 我是新人 我到市场营销部门来报到了 那我该怎么开战我的工作呢 啊 好多人怎么办 我就看我 前人是吧 老人们 他们怎么干的 他们几个方便入手啊 他们没有干 干多少工作量等等的 我就跟他们做就完了 我别再想我自己那摊 但这样问题就是制约 或者阻碍企业前行的 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 在市场营销里面 啊 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 第四个 缺乏具体明确的执行方案 这个呢 跟第一个一样 也是 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市场营销 比如市场营销的经理 啊 他往下分汉任务啊 分任务 比如说你 业务部门一 你要卖五千万 不买二 卖六千万等等的 然后呢 那么下面的业务部门 根据领导的这个指示 会需要做什么 执行方案 但是他们做的执行方案 都一般什么 很多的非常笼统 不具体 不可行 看一看说 还好 真的卖到五千万 但是呢 把他们做的方案 再往一线员工 再往一线的销售人员 那里发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 他们都不屑一看 因为他们知道 根本做不到 要不他们一看说 这方案根本没有指导性 所以说 缺乏具体明确的执行方案 也是个大的问题 好 我们看这四个问题 那么这四个问题呢 是 我们市场营销执行中啊 常见的这几个问题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框架 看一个框架啊 比如说 企业运行也好 或者市场营销运行也好 叫做7S框架理论 这是麦肯西公司提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 他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 企业的结构也好 制度也好 还有作风 人员 技能 战略等等 他们的正常运行 应该围绕什么 围绕啊 企业内部的 共同的价值观 这很重要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好多企业 在培养什么 建设 潜文化呀 其实就是 也是 建设共同的价值观 非常重要 因为不管你是在什么的 结构里边 在什么部门里边 你是什么样的人员 或者你做什么样的战略 始终于 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为导向的话 这样大家才能什么 心领生 异股生 一起去推动企业 更好的发展 是这样 那么 在市场营销执行里面呢 也是这个道理 也是这个道理 你不管是什么样制度 什么样市场营销结构 必须大家有一个 一颗什么 共同的价值观 一起前行 才能够去执行好 我们市场营销 那么关于市场营销 遇到的问题 以及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 这TS块理论 那么给大家介绍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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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